第四個遊戲 第四個遊戲 哈囉大家好 暑假又是變形金剛要大戰的時候了 對那個變形金剛5的電影版快出了 所以呢 欸 現在玩具也是那個 如火如荼的在推出當中這樣 今天要介紹的是那個Transformers 也就是一樣玩具的 孩之寶出的 那它這個系列呢 在那個玩具裡頭是比較小的 你看跟我的手掌比起來 就是個長上型這樣子 它有大的也有小的 那今天呢這個小的它大概是 六歲以上的玩具 六歲以上的玩具 然後它標榜就是 那個五個步驟就可以變形 那今天這個就是那個 Optimus Prime 就是柯博文 我們就來看看柯博文要怎麼樣 用五個步驟 來變身這樣 就是柯博文本身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好了 雖然它是個很小的那個 變形玩具 但是它也不馬虎喔 然後它的腳部有一個那個 博派的logo在上面 印記這樣子 然後它的背面就有一些它原本就是 比較那個 屬於它這個角色的那個 塗料的顏色 五個 五個步驟 一 我先把頭 變進去了 然後 然後呢 看一下它的那個 車子長什麼樣子 它如果變成車子的話 是長的像這樣 然後現在是柯博文的 機器人的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嗯 頭可以先藏起來 原本是腳的部分就可以 這樣縮進去 那時候那個卡車的一個 角度 就有點形狀出來了 這裡原本是車門可以 就是把它收攏之後 然後對齊 這部分也收好了 這樣是一 二 三 四 然後呢 轉一圈嗎 轉一圈 然後 收進來 好的 然後 然後拆開的時候再 再一次 拆開的時候容易讀嗎 這樣 變成手 手 然後 腳 身體要轉一下 才會變成正面 就是 手跟腳 最後 頭 然後就可以 站立 以上是今天的介紹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